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动词还是名词 老师 是什么 我没听见 像这个字 你看是动词还是名词 这个是动词 对不对 这个动词的意思就好像去品尝 或者去抽样品 有没有你有的时候卖冰淇淋的卖什么 大卖场它有那种让你试吃的 那就是sampling 来来来来 大家来试吃 ok 就是sample 那个动词就叫sample 拿一块去试吃看 看你喜不喜欢 这个叫sample 谢谢老师 您回来的 ok 好 老师 对老师 讲讲这个lingering linger linger linger这个字的声音就让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听 很好听啊 ok linger这个字呢 基本上就让你觉得是 在那里半吊子绕在那儿 ok 它不是很稳定 lingering lingering right linger ok linger呢 基本上动词来讲 你可以说它在什么事情上 徘徊 或者是故意在那里拖延 或者是在那里盘旋 六来六去 这个叫linger ok 比如说我问你一件事情 我们上次谈的那个生意 你决定了没有 你是要准备投资多少钱啊 什么时候开始跟我们做生意啊 well I'm still lingering lingering就是我 决定了没有 那就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我还掉在那儿 我还在那里晃来晃去 那还有什么原因让你想半天呢 可能我的资金还没有到位 或者这个生意我不熟悉的 我要再想一想 或者是我还 所以这个叫lingering ok 这个人看起来很帅 一个大帅哥 他有没有女朋友啊 well he's still lingering lingering就是有没有 怎么样 他还没有定下来 这个叫lingering lingering ok 一个人如果lingering over wine 在酒里面lingering 那怎么样 什么意思 慢慢喝 他就 放来放去放来放去 溜来溜去都流连忘返啊 他就是 你喝了又想喝 对 对 在酒堆里面 来晃来晃去 这个叫lingering 嗯 ok so lingering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嗯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老师 他这边是不是要要这个linger 要加over 他两个字 over over 表示说在这酒的上面 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他的流连忘返 ok 叫lingering over 通常他俩是连着用的啊 通常他俩是连着用的啊 对 没错 你可以这样说 对 嗯 谢谢老师 没意思 嗯 在这看看 所以lingering over wine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是沉迷在酒里面 因为他没事这里喝一口 那里喝一口 这里喝一口 那太享受了 ok 这个是有点像沉迷 流连 在这个喝酒 饮酒 这件事情上 Sample的话 你就可以解释为他在那里品尝 这里喝一口 那里喝一口 常常在那里品尝 一碗一碗的酒 都是混合的酒 调和起来的酒 好 其他的意思 其他的问题 下一节 这个31节的gaze at 也是一样 盯着什么不放 凝视着 哇 一个很大帅哥 看到一个美女之后 两个眼睛就动不了了 眼球就不动了 gaze at 盯着什么不放 凝视着他 老师 这种眼睛就好像就是 真的死死咕咕咕的 看着别人 你动不动的那种感觉 对 gaze at 他盯着那个酒不放 可以盯着那个看 好像把那眼睛 我看的照片瞪大了 那人的眼睛 yeah 比如说有的人看到天空 我突然看到天空上有陨石 有没有 我就盯着那个不放 gaze at 盯住什么看 一直看 这样子 gaze at 还有的人在凝视远方 gaze at 什么东西 远方那个火烧起来了 我就盯着那个火看 gaze at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个顶端 上面那个 对 就是我们 那个年代没有发动机 对吧 ok 没有发动机 那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那个 那个 挂帆的 那时候都是帆船 挂帆的那个尾杆 那个叫做rig ok 叫做rig ok 所以 the rigging 就是指 挂 整个挂 挂 船帆的 那些机具 ok 整个那些绳索啊 那些机具 都叫rigging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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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统称 但你运的那些 对 the rigging 你就想 因为他一定要有很多的 绳索啊 尾杆啊 这些东西才能把帆给挂起来 風一吹 船就可以走了 那那个是整个船的最高点 对不对 船帆那是要挂帆 船帆的地方 他就想象自己好像 躺在那个最高点 那个尾杆上面 一样 那个整个绳索 那些机具的 顶端 船的顶端上面 嗯 老师就是跟上面是连着的 这句话是 对 这些事情是有关系的 他为什么一开始是讲这些东西呢 他是指说这些人怎么样 嗯 从前面开始 ok 这些人 这个讲的是这些 从27节开始 这些 这些女人啊 这些淫荡的妇人啊 淫妇啊 ok 他们是会害人的 ok 害人之后 然后会怎么样 还有那些 会流连在这些酒 喝酒的地方啊 ok 然后酒 就会让一个人怎么样 in the end in the end 出现幻觉 出现幻觉了 幻觉了 ok 所以下面33节 你就会看见奇怪的事情 然后你的心里面就会想象出一些不可理解的事情了 ok 乱七八糟 就像就像吃毒品一样啊 就出现幻觉了 然后呢 you were like 所以你就把自己想象好像躺在那个潮水很高的那个大海上面 好像睡在上面一样 好像躺在船的最高点那个那个帆的最上面一样 自己都觉得自己已经怎么样 快升天了 对 对 对 嗯 这样子 对 对 后面他的状态就 这就是他醉酒 就像被蛇咬了一样的那种状态 然后就开始讲胡话了 35节有没有 When will I wake up so I can find another drink 怎么样 行了还要再喝一杯 再来一杯 是不是 对 他又沉迷酒中了 是 没有错 是这样子 好 老师看一下24章11节呢 OK 24章11节 我们看一下哈 24章的11节 哎呀 好 好 11节怎么样 就是 recus 还有后边的一句hold back 这是动词是吗 就是这个在 rescue rescue 是拯救 rescue解救 比如说常常那个狗 大批的狗 什么猫车 1000只猫在猫车上 我们去拯救他们 把那1000只猫救下来 把狗救下来 这个叫rescue 拯救他们 OK 拯救他们 但是没有狗语了是不是 蛤 就没有狗语了 应该是 起始剧就可以啊 起始剧啊 起始剧啊 站起来 坐下来 坐下来 唱歌跳舞 这些都是起始剧嘛 起始剧前面是动词是吧 起始剧就是动词开始 比如说stand up 叫你stand up stand up 没有主语 对不对 就是起始剧 就是接受这个话的对象 叫你做这个动作 要你做 叫谁做呢 听这个话的人 我现在跟班上同学讲 stand up 所有听到这个话的人 站起来 是我教你做什么 OK 起始剧的意思就是 起始剧或命令剧 一定有一个对象 你可以特别指明 Jane stand up Jane 站起来 你可以不要讲Jane 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房间的时候 我一讲stand up 对象就是你 没有别人 你可以认为这个主语省略了 听者或读者 对 所以起始剧就是跟别人下命令 或者叫别人做什么事情 动词开头 然后后边是对象 听到对象 不一定 因为有的时候会加please 比如说 please stand up 现在我们要唱国歌了 请全体站起来 please stand up 他也有可能是please开头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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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形容词吗 please 不是形容词 please 请你站起来 please 它是一个什么词 please 是一个什么词 please 动词 有时是感叹词吗 或者是副词 我不知道 反正please OK 我们叫人家做什么 但是不是以please为主 它的句子最重要的还是stand up为主 对不对 stand up 其实句就是这样的格式 stand up write down your name 把你的名字写下来 我没有讲you 也没有讲they 也没有讲什么 就是接受这句话的对象 你现在听到的人 你就做这个动作 后面的一些 等一下 rescue 是前面 后面是hold back hold back 是什么意思 hold back 阻止吧 阻止 或者是拦住 或者是 让人家不要做这件事情 hold back hold back ok 拦住 叫人家不要做这件事情 遏止住 或者是你憋住 ok 就是不要让你做这件事情 他要hold back those staggering staggering 什么叫staggering staggering 这是难以置信的 逆人之间的 staggering towered slaughtered towered towered 老师 这个staggering 是不是也有酿酿酿酿的 就是 对 在这儿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those staggering staggering staggering是名词 还是形容词 形容词 它在这儿是动名词 它是个动名词 those staggering those staggering 那是那些怎么样 就是 对 就是 亮亮腔腔 奔向 被杀之地的 那些人 摇摇晃晃的 被拉去 马上要拉去被屠杀的 叫staggering 这个是 border是 tower tower tower是一个副词 朝向 你要向什么地方去 向什么方向去 到屠宰屠杀的地方去 对 杀之地 对 这个动名词 这个动名词 老师 这些看法是在 是在哪里用呢 什么字 动名词 你说staggering还是哪一个字 staggering 像类似的动名词 像类似的动名词 它就是在这动名词短语修是those 就是指那些人嘛 什么的人 那样的人 staggering在这里就有点像the poor the rich一样 它看起来是动名词 但其实它是做一个名词来使用 你把它当成一个名词 those staggering OK 那他们是被 亮亮腔腔的被拉去什么地方 tower slaughter 他们拉去要被屠杀了 嗯 这个staggering也可以是步履蛮山的 亮亮腔腔的 东到西歪的 OK staggering 形容那样的人 然后tower tower是像一个方向 它是一个副词 它有一个方向性 比如他朝着我走过来 he comes toward me 我们三个人站在不同的方向 他就只走向我 he walks toward me 向什么方向去 he walks toward 北京 I take the bus OK toward 北京 我这个车子是 这个巴士是往北京那个地方去开的 所以tower一定有一个 向一个某一个方向去 是的 其实句 其实句的用法 其实句没有主语 OK 他的对象就是听到这句话的人 嗯 比如说老师说stand up 听到这句话的人都应该要站起来 sit down 除非他特别指名 jean stand up 那就是jean 站起来 比如说你在吃饭 ok你不要吃了 stop eating your food ok stop 这个stop 这个stop就是一个七十句 嗯 没有you 没有they 没有I 没有 就是直接就开始就是七十句 动词 嗯 好的 明白 好 好 ok 你没有 相当来是你 你没有 如果是你没有 你没有 呢 我刚才听到这句话的 词 你没有 步履蛮山的 那个亮亮腔腔的 东到西歪的 Falter是什么意思 Falter不是指那个走路的样子 Falter是指说怎么样 甚至你的态度的问题 不是你走路的样子 Falter是指你的态度的问题 所以你如果很怎么样 很胆怯 你或者是说你很害怕 你就不敢去做什么事情 很摇摆很动摇的 这个是指态度的问题 所以这个Falter是这个意思 假如你在 In times of trouble 是指你遇到患难的时候 然后你在那里Falter 你在那里动摇 你在那里胆怯 你在那里退后退缩 不敢前进 这个叫Falter 那Staggring是指 它的外表表现出来 它走路的样子 是亮亮腔腔的 摇摇晃晃的 OK 这个是Staggring 这个是不一样 谢谢老师 这个是指你的态度 对 OK好 Thank you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还有四九节 我们看一下四九节 来 四九节怎么样 四九节那个 Do not fret Do not fret Because of evil man Do not fret OK Do not fret Do not fret 什么意思 担心 Worry about Do not worry Do not fret 是有点你忧愁 你为这个事情很烦心 你为这个事情担心 然后心里面又不平 这个叫Fret OK 你不要为那些恶人 作恶的人 而你内心愤愤不平 或者是你很烦恼 或者你很忧心 不要这样子 You think 不要也不要怎么样 为那些恶人 OK 嫉妒他们 这个envious envious是有点羡慕的意思 羡慕的嫉妒 你看人家作恶多好 他抢了银行 哇 他可发了 他后面这半辈子 就不错了 你千万不要 嫉妒而羡慕他们 好 好 谢谢老师 好 就是这句 be envious of the wicked 就是be envious 这envious就是 就是形容词是吧 be envious 然后他高尚呢 高尚了那个of the wicked 就是envious be envious of 对什么东西 be envious of 对什么东西 羡慕嫉妒 对对对 那他这就是一个词语了 就是一个短语了 be envious of 我可以说 I am envious of your life 我看到你的生活 贵妇的生活 I'm envious of your life 我对你的生活 哎呀 真是嫉妒 羡慕的不得了啊 你都是每天早上 11点才起床 每天吃完睡 睡睡完吃 每天shopping 我好羡慕你啊 这个羡慕是我羡慕的 都要嫉妒了 所以叫 I'm envious of your life 嗯 OK 所以你羡慕什么 你嫉妒什么 就可以用这个东西 就是of后面 后面的那个 是的 be of your life be of your life be don't see envious of 什么东西 谢谢老师 还有一个 就是 我刚上来 不知道这块讲没讲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 十一节 rescues those being 还有 后面那个 stangering 都是stangering 他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过这个 没有关系 你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being和stangering 就是being 这个就是名词呗 他就是 指的就是 这类的人呗 OK 为什么要用being 是因为它是被动的语台 being led away 那边那些人是被引导 被拉去死亡之地的 being led away to death 那这个就是 斗名词的被动语台 斗名词的被动语台 这个后面讲的 其实是一个 名词的格式 因为rescue rescue要有一个什么 宾语 对不对 他解救的对象是谁啊 你要拯救 拯救谁呢 拯救一定是一个名词 those 然后后面我们要 你不能只讲一个those rescue those those谁呀 那些被拉去死亡之地的人 所以整个后面就修饰这个those OK 后面是being led away to death 就是被引入死亡的那个人 那些人 那些人 That's right 那些人我们要拯救他 hold back是我们要想办法 阻拦 阻拦什么呢 又是一个those 同样的机构 后面加一个斗名词 是指那些staggering的人 staggering的人 staggering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盘山走路的人 东倒西歪的 东路摇摇晃晃的 东倒西歪的 right 满盘山而走的 那些人 我们要拯救那些摇摇晃晃 向着屠杀而去 马上要被宰掉的那些人 我们也想办法阻拦他的 那这个就是动名词 动名词 然后这个前面 整个是一个名词的结构 名词的结构 都是后 看守会理为 那个being是名词 就是把它理解成为 那个人 品质 品格 就是human being 就是being 不是那个being 不是那个being 它这个being的原因是 因为它是一个被动的关系 being led away to death hold back those 下面那个也是 hold back those staggering 也是跟那个 但是它虽然没有being 但是它这个being 不对 这个动词 下面那个句的 那个动词呢 就是toward 但是不对啊 它这里缺一个 staggering是一个动名词 它修饰的是those being也是修饰those ok 它都需要一个动名词结构 去修饰它 hold back those 把那些人给我拦下来 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那些人 staggering towards slaughter 那我是理解错了 谢谢老师这块 ok 好 没有问题 谢谢 没有了 没有了 老师 下一节 十二节 就是在那个 看 Do not he who with the heart perceived it 像这个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呢 就是我自己看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从 哪里组装 一个句子开始 ok 所以这个句子 前面我们讲到 就是我们要拦阻 要去救这些人 是吧 ok 下面一句就是说 你有的时候 我们去救人家 我们去干什么 有时候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我们可会说 这是跟我没关系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他们被拉去 去宰掉什么 我不知道这事情 right ok 好 如果这里的句子 是假设语法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你说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件事情 我怎么知道 这些人会被拉去宰掉 我怎么知道 这些人到时候 会去带到死亡之地呢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if 后面下一句 后面后半段 是一个否定的疑问句 难道这个某某某 会不知道吗 ok 这个人是谁 他讲的 he who 这个人 这个人呢 是 way is the heart 衡量人心的这个人 谁能衡量人心啊 主耶稣 只有一个人 耶稣 就是我们的神 对不对 那意思就是说 这位衡量人心的这一位 does not perceive it 他会没有感知到吗 他会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们的心里的小九九 我们只要想做个什么歪脑筋 神马上就感知到 他就知道了 这个perceive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字 有一点点事情 我就感知到了 比如说我在法庭上作证 ok 那个警察说 你那时候你在房子里 为什么 你为什么打人啊 你为什么什么 因为我黑暗之中 我感觉 我感知到 我 你看到什么了吗 我没有看到什么 我没看到 但是but I perceive 就是我感知到 有人在我的房子里 感知到 这个perceive就是你的感知到 你的一种观能性 就察觉到 所以你不能说I saw 因为我没看到 你也不能说我闻到 或者是我碰到了 ok perceive就是一个感知 我感知到 我感觉到有人在我的厨房里了 所以我就对着屠房大叫 谁在我家 再不说话 我就要开枪了 就是说这样子 ok perceive 所以这句话后半段是说 你会这样说 因为人都是这样 不想惹麻烦 这些人会拉去屠杀 我不知道为什么 we know nothing about this 对不对 我们常常会讲这句话 hey I know nothing about it 家里面为什么这么脏这么乱 hey I know nothing about it 我不知道为什么 跟我不没关系 但是他会不知道吗 这个是问句了 后半段 那一位检查人心的这一位 他没有感知到吗 神肯定已经感知到了 对不对 好 在下面再问 还是一样否定的疑问句 他没有什么什么 知道吗 他会不知道吗 保守 保护 你的生命 does he who 他那一位 前面说他是检查人心 衡量人心 叫waste the heart 下面是 guards your life 这一位保护 保守你生命的这一位 他会不知道吗 does not know it 他会不知道吗 他是保护你生命的 他会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他会不知道你没有说老实话吗 ok 最后一句 他既然已经perceive 他感知到 他也确实知道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保护 保守你的生命 对不对 他难道不会去做出正确的判断 谁该受什么惩罚 谁该受什么报应 他不会做这件事情吗 当然会 这是一个否定疑问 但是用肯定的意思在里头 well he not 他不会repay each person 是报应 回报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那他是怎么报应这些人的 根据 你该受什么惩罚 是根据 according to what he has done 他所做的 他做的 对 你做了坏事 你做了什么不应该的事情 神一定会repay you 他就会一定报应你的 这就是该给你的惩罚 那就是个人按照所做的 报应个人 ok 你看你进入英文的语境 well he not 他不会去repay each person 他不会去报应给每一个人 根据这些人 根据这些人所做的事情 张三 你做了坏事 神 首先他perceive 他感应到 他感知你 同时他也确实知道 know it 然后他会repay you 他会报应给你 你根据你所做的事情 来给你该有的报应 这个报应就是所谓的惩罚 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 是不可以讲谎话的 因为神 perceive 他又know and he's gonna repay 这三个连续的动作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他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很多描述神的作为的方法 他是一位 waves the heart 他是检查人心的 衡量人心的 他是guards your life 他是保守你生命的人 但是他会repay each person according to what he has done 都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你说说四八节那个 disapprove 十八节 disapprove是什么意思 approve是什么 老师 approve就是证明 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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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不准许 我不准许我女儿 嫁给一个 卢狼汉 I disapprove Disapprove 我不同意这件事情 OK 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个叫做 Approve Disapprove 我不赞成这件事情 我女儿去嫁给一个 大他三十岁的男人 No I disapprove Disapprove 我不同意这件事情 不赞成这件事情 就是不可以 OK 否则的话 我们这个是接上半句的 否则的话 The Lord will see 神就会看见 而disapprove 他不会赞成的 OK 当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And turn his wrath away from him 这个him是那个仇敌 对不对 那个him是仇敌 他会 神的怒气 是对着仇敌去的 但是现在呢 神会把他的怒气 从仇敌的身上转开 不会再对着仇敌生气了 OK 好 这个钱 为什么神会这样做 是接着前面的十七节 所以你的仇敌 如果是跌倒的时候 你不要在那里怎么样 Low 信灾乐 你不要信灾乐 或人家半倒的时候 你也不要自己沾沾自喜 在那 哎呀 太好了 这些人 现在敌人都倒了 什么 你千万不要有这些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神看见了 神会不喜悦 他就会不赞成这样的事情 然后他的怒气 本来他是对着 你的敌人发怒气的 现在他的怒气 就会远离开 把他转 从你敌人的身上 转开来了 yeah and come his rest away from him yeah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这个disapproved 也是一个急悟动词吧 disapproved 是急悟动词 是 可以这样用 在这儿不是 不急悟 在这里不是 在这里是说 对 他没有因宾语嘛 没有宾语 所以他是不急悟 在这里是不急悟 但是你可以说 我不同意什么事情 我不赞成什么事情 对 他不同意那种行为 对 disapproved disapproved 比如说 你们现在要投资 把所有公司 50%的资产 都拿去 投资一个什么东西 I disapprove 我不同意这件事情 ok 那这个 那是disapproved 和这个 dis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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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我们比较在 disapproved的口气 是比较强的 强烈的 好像有点 所以 居高临向的意思 disapproved的话 是我觉得 这件事情 根本完全不可以做 disapproved ok 比如说 因为他这儿 老师他这儿 我觉得他说的 因为是在load 因为approve 本身有准许的意思 就是说 权 决策权 主动权在load 所以他用这个 才比agree 更好一些 agree 只是表态 你认可不认可 但是你没有权利 做决定 对 比如说 我刚刚举的例子 我女儿嫁给一个大 30岁的男人 这个事情 我绝对不会用disagree 对不对 不是同意不同意 我觉得这件事情 根本就不可以 你要利用父母的权利 要左右他 也就是这个 这disapproved 是属于 就可能是有点权柄的 或者是有点高位 上下 上下的关系这种 所以才用这disapproved 而这disgree的话 一般是很常见的 又在 就是表达一种态度 平等的 这个关系之间 对 没错 这样 比如说 我妈规定 我晚上10点半 一定要回到家 我就可以用disapproved 对不对 disapproved 因为他确实 他是我的家长 如果我未成年的话 我得听家里的 对不对 所以用disapproved 是有道理的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的零用钱 比如说 我现在我的零用钱 我想去买一只冰棍吃 或者又怎么样 我妈妈可能说 不同意 disagree right 不同意 但是呢 如果你坚持要买的话 妈妈有可能说 好吧 你去买 OK 表明他的态度 但是也尊重你个人的想法 对 对 disapproved 通常都是用在 我们觉得 根本绝对 不可以同意的事情 绝对不允许的事情 disapproved 也就是不批准 不准 不批准的意思 yeah that's right yeah isapproved 老师 这个字号强烈啊 这么一说 是的 必须强烈 没错 不批准 不准许 yes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有没有其他问题 这个十六节 我们看一下十六节 看下十六节 怎么样 他说一句话 所以里面是有个什么典故吗 有什么典故 说他会跌倒 七次跌倒 好像我们经文里 有这个对七这个词 有说法吧 我记得是哪个 阿布拉罕哪个后裔来说 谁要报复我就被惩罚 什么七倍啊什么的 我记得有这个关联吧 在这说七次跌倒 其实就指的是跌倒的很厉害 因为七是最大的词在这 是他就很喜欢用七 七次 没有 我觉得好像这个七的话 就是代表神 因为他是义人嘛 对不对 他是义人 所以他一定是 上帝是会扶持他的 就是他已经跌的 不能再跌的那个次数了 就那种感觉 然后七可能也是一个 很多次的极限了 就是他可以跌倒七次 但是他一定会兴起 也就是说神会扶持他的 对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还有上面这个 outlaw 15节那个outlaw 就是非法试图 王力试图 非法试图 就是那些 不法分子 那个无法无天的 outlaw 他在法律之外的 他行者在 不守法的嘛 你不要像亡命之徒一样 在那里 埋伏在那里 去对付义人的家 你千万不要去对付义人的家 我告诉你 因为义人 他会跌倒七次 神都会扶持他起来的 嗯 这个换了这 这个read 这个read是什么 打劫吧 抢劫 就是很突然的攻击 OK 比如说 我们常常会讲说 OK 昨天晚上 比如说我们讲什么 比如说 看一下 我上次好像举过这个例子 wszystko 它 Значит wise þulos 只 这 判词 都 判词 好 aí choose hole night club whole nightclubs okay 我们这边可能开了很多的那种 disco啊夜总会啊那些东西 the police just raid the whole nightclubs 这个raid是什么意思 就是袭击了 就是凸击了 凸击警察留检 警察突然打击犯罪 一定要用这个raid这个字 raid是一个快速的打击 很快速的行动 我们叫raid 糟糕又有人看不见 看不见吗 其他人可以看 对看得见 所以这个raid 这个raid的意思呢 就是说他快速的打击某个地方 所以比如说昨天晚上警察林姐 那就突击检查呗 突击检查 因为他不会突袭啊 因为是突击检查 对 就是说这一带地区有贩毒的 有小偷会有什么案子的 他就raid ok 这里面酒店里面住的人 全部客人都叫出来看一遍 这个叫raid 这个叫raid 所以他动作一定是很快的 很快的 他是不是会根据他后边的名词来去确定他是突袭还是突击检查还是抢劫 他是一个什么场所 就是在英文里面没有你们那么多的名词什么突击检查 just raid raid的意思就是他打击这一带地区 他如果检查的他有可能是检查的方式情况但是基本上他是要打击这个地区的这些犯罪集团的所以raid这个字可以是好的可以是也可以用在警察 看语境 看语境 对 没错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 a short surprise attack 很快速的打击 他是一个什么雷霆 什么雷霆之作 动作很快的方式去打击他 就有点趁人不备的感觉 打击犯罪必须趁人不备 就是那个什么你这个后面这个 the whole light club 就是整个夜总会吗 对所有的夜总会地区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是夜总会专门地区整条街都夜总会 那突然都差了 这个地区 那个那个说一个就题外的是 ballroom ballroom dancing ballroom是什么的 ballroom是交级舞吗 啊对 我会嘛 ballroom ballroom dancing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do not raid his dwelling 前面一个是他埋伏在那里 lie in wait 这个可以看得懂啊 埋伏在那 那埋伏以后呢 你不要打击他住的地区 义人住的地方 你不要去打击他 你不要像那些这个亡命之徒 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不要这样做呢 for 因为怎么样 原因是你打击他 ok一个艺人 他有可能跌倒七次 可是他又会兴起 ok因为他是艺人是受神的关爱 对不对 but the wicked 但是这些恶人啊 有些时候这些恶人 他们不见得有兴起的机会 他们常常就被怎么样 就被这个 calamity 破坏 恶人有时候但遭遇破坏 从此就一蹶不振 就倒下去了 所以这个是他提出来的 十五十六节 这是同一个句子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这句话就好像就那个 圣经里还有说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江苍的芦苇 他不熄灭 什么 嗯哼 就那句话 有那个意思 我觉得 我不知道 但是他强调的是 恶人跟义人之间的差别 你不要去打击 去攻击 不要像那些亡命之徒 去打击义人 义人的话 他们是神会保护他们的 所以他可能跌倒七次 还会再兴起 但是恶人的话 常常就因为一次的 这个祸患 他就跌倒了 就再也起不来了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还有一个 就那个bloodshot 一开始那个二十九节 二三张 二三张 bloodshot 充满学识的 他的眼睛 是不是 说他的眼睛 充满学识 那个在哪里 不知道 bloodshot 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形容他的眼睛 bloodshot 他眼睛都通红了 充满学识了 这个是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嗯 这什么意思 嗯 这么多问句 二十九节 有这么多问句 二十八节 讲的是什么东西 是讲的那些坏女人 对不对 然后二十九节 讲的是 这些人的事情 谁有这样 谁有那样 谁有怎么样 这些都是 都是不好的 都是不好的状态 不好的状态 但是这些在人世间 是不是 大家都有 嗯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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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有 这种祸害 wow 对不对 倒霉的时候 有祸的时候 who has sorrow sorrow 你的内心有忧愁 有悲伤 strive strive 我们有怎么样 纷争 争斗 纷争 who has complaints 谁没有 抱怨 每天到晚都有 抱怨 right knitless brews 是什么 就是不必要的 受伤 不必要的 没有必要的 这种瘀伤 身体 比如说 你不小心走过 茶几 撞了一下 都有这种 这没有需要 我绝对没有需要 哪有时候 我去撞一下 是需要的 对吧 who has blushed eyes blushed eyes 是什么 眼睛通红的 中学的 中学的 这个有可能是怎么样 太辛苦了 太辛劳了 熬夜了 可能是工作太怎么样了 或者是太悲伤了 都有可能 这些29节 整个讲的都是 人是俗事里面 人的这种 疾苦的现象 都有 而且是很普通的现象 是不是 三十就说了 什么 这个brose brose所指的是外伤 brose是指的瘀伤 你撞一块 轻了 黑了 红了 那个叫做brose 要是在你的 这个身体上 皮肤上 哪一道口呢 那不叫brose brose是没有创口的 那是wound 那是伤口 wound 那brose呢 通常是没有伤口 可是撞一下 就 不是有一些人 不晓得是糖尿病 还是什么毛病 他一撞一下 可能很容易就瘀青的那种 有没有 那就是brose 没有流出来 对 没伤口 knitless 这个字 其实在很多地方 都会用到 我们讲说 你这种忧伤 是没有必要的 knitless ok 比如说有的母亲 很担心孩子 日夜都睡不着 叫 哭泣 或者怎么样 well it's knitless 你真的不需要这样做 还不需要这样做 那这个 knit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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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knitless 和那个 unnecessary 这个 un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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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的情况的话 长度不太一样 knitless 就表示说 你根本不需要的 去做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 你现在 unnecessary 通常 那个感觉 是不是说 没有必要 没有 叫什么 没有 不值得 knitless 是最低 最低的门槛 你就是一点都没有必要 一点都不需要这样子 ok 没有意义 不要这么忧伤 你根本就没有必要 那 necessary unnecessary 相对的是 necessary 所以我们讲人的悲伤的时候 你不会讲 necessary 嗯 是 不会这样讲 对不对 那个又在讲那种生活必需品 什么那种感觉 对 这个是不是需要的 还是不需要的 ok 不需要 unnecessary呢 可能是讲的是说 你做一些事情 我们大家都很 做作业 做得很怎么样 怎么样 他做得特别彻 哇 这个老师交上去 我们都交20页 他做50页的作业 这个是unnecessary 你没有必要做到这样吧 比如说我的口气是这样子 knitless呢 通常都是指一些 很轻微的事情 ok 你没有必要 这样子 没有 不必要的 就是基本上是不必要的 knitless 这样子 所以你要注意 如果你要 你要讲unnecessary 这个字的时候 他一定有一个 necessary的相对的 你是不是也有一个 相对非常需要的状况 比如说necessary study is necessary 对学生来讲 对不对 necessary 那某一个学科 这个跟你升学没有关系 可以 我们可以讲unnecessary is absolutely unnecessary yeah 比如说什么 你们有没有什么 家政课 我们以前学校 有家政课 学 教你勾围巾 那个升学不考试啊 但是他是 学校还是安排这种课程 是 你会做饭啊 你会织毛衣啊 或你会做什么 勾围巾啊 这个东西 是平衡你学生生活的 一种课程 这个考试是不会考的 就是说升学 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这样子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谢谢老师 好 再看看 所以等于30节 就是他那个说的 户户户 是吧 对 没错 29节 你说30节户 是不是 对 就回答这个户是谁 是吧 就这些人 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开始 都是不好行为 不好的这些人 是不是 因为你29跟30 是有点关系的 人为什么会有那些户事 那些悲伤 那些争执 那些抱怨 其实是跟自己的行为 是有关系的 嗯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看看 24章7节 24章的7节 我看一下 7节 7节 那就是 对于一个愚昧愚蠢人来说 这个智慧显得太高了 就他不配这样了 in the assembly of the gate he has nothing to say 那么就是在这个门口 大门的这个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聚会的地方 他没事好说的 对他来讲门槛太高了 他不是他力所能及的 我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对 是 对 是 因为 因为他根本讲不出什么东西来 智慧 他脑子 他都是一脑子豆腐 OK 是 他能讲什么呢 就不行 因为他没有智慧 所以这里就是在对比 那智慧的人 跟那个愚昧的人 是怎么样的 是 是 因为他这个 这个 胸无点 胸无点墨呀 所以他在这种 这种 公共的这个 大门口的聚会 大家这么一个聚会的场合 他都不敢开口 你知道吗 因为他没有东西 he has nothing to say has nothing to say 他没有东西能说的 所以 wisdom 是 是需要追求的 要追求的才有 而且这里的智慧指的是 属天的智慧 OK 对一个愚昧的人来讲 这个对他的层次 讲的是太高了 智慧是很高的 他们没有 他们利 利不能及嘛 对 高不可及 嗯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下面那个第八节 有一个skimmer skimmer 你们知道是什么吧 skimmer 就是属于这个阴谋家 阴谋家 然后就是搞那些 阴谋诡计的策划人 困谋 外属的人 will be known as a schimmer 他是翻译成奸人 奸诈的人 一天到晚很诡诈的那些人 很诡诈的那些人 yeah schimmer schimmer 然后我看看 比如说这个可以是轨迹多端的人 可以是讲那些骂人的时候 或者是讲比如说某个政客什么 他们这些人都是schimmer ok schimmer你要注意他的发音 schimmer 爱算计人的人 that's right 那个ch是发k的音计方 schimmer schimmer 底下这个 schemes of folly are same schemes就是计谋 schemes是他想出来的东西 他设计出来的这些诡诈的事情 那现在这个scheme呢 他指的是schemes of folly ok 是愚昧的这种这种奸计 愚昧的人的奸计 对 这个奸计层次还不高 是愚昧的奸计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罪 你愚昧就算了 但是你还涉及人家 你还耍奸计的话 那完全就是犯罪了 those are same 上面的第六节 第六节 第六节 for waging war you need guidance 这个waging就是发起的 发动战争 发动战争 waging war waging war 所以这个词 waging waging 比如说像这个什么 加萨地区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 ok是 巴勒斯坦发起 比如说他发起战争 他去掳获了几个 以色列的人 这个是他在 以色列就认为 这个是waging war ok 你在对我发起战争 发起战争呢 发起战争是一回事 但是你发起战争 你是需要guidance 是要有人指引你 你才能发起战争 因为你得把后续的情况 都想好 你别只是挑起战事 然后你两手一摊 不知道怎么都做 对不对 所以他说你需要guidance 需要有智谋 需要有人去引导你 ok 知道 and for victory victory是胜利 你要想打胜仗的话 你是需要很多advisors advisors就是那些谋士 那些对战争很有了解的人 那这个guidance和这个advisors 能不能理解为参谋呢 现在的时候也参谋 军队里面的参谋 什么参谋长 这些参谋部啊 就是要有人guidance 可以是要人指导 要人引导 要人指导 guidance 是一个名词 advisor是指那种人 谋士那种人 叫advisors right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25节呢 24章的25节 我们来看一下 还没有到了 好像 好像没有 还没有到吧 哦 今天是讲到哪一节的呀 21 哦 那就是了 那好 你好快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24章的4节 4节 来 4节 对 10章的4节 through knowledge this room filled with rare and beautiful treasures 这里这个rare 就是含有的 很稀奇的 少见的 少见的 很稀罕的 很少见的 就通过这个知识 那么他的房间里面 会充满了 会充满了这些罕见的 和这些漂亮的 这些财物啊 宝贝 比如说我们讲 中国产很多的 稀有的金属 稀有的金属 罕见的金属 我们就用这个rare 这个字 rare 这个是一个 稀有的物种 现在要接受保护 这个就是rare 这个就是rare OK 这是一个罕见的疾病 一万个人里面 十万个人里面 才有一个人得到 你很不信 你就得到了 这个是一个rare 我们就用rare 我们就用rare这个字 rare 所以这句跟前面第三句 是两个结合成一整个完整的句子 所以他在讲就是说 借着这个智慧 我们因着智慧 我们可以把一个房子建立起来 所以你就知道 你在建房子的时候 那个基础就是你的wisdom 就是天上来的智慧 OK 如果拿建房子来比喻的话 然后呢 你把房子往上盖 OK 那就是透过你的智慧 it is established 就建立起来了 是吧 所以地基是你的wisdom 然后呢 透过智慧 你就开始往上建房子了 房子就建稳了 那么房子里面 一定会分房间 这个房间就是透过知识 各种不同的分门 别类的知识 知识就像很多 这个稀罕又漂亮的 这些珍宝 充满在你每个房间里头 所以他把wisdom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三个的关系 就解释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OK 二十四条的三跟四 就是把这三者的关系 解释得非常清楚 是 地基一定要有wisdom 往上盖 需要有understanding 分房间以后 房间得把它装满啊 不然你房间都空空洞洞 房间装满的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的knowledge 对 这句话我觉得就是 因为说 认识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那就是地基嘛 知道至圣所才是聪明 那就是说一个过程 然后知识就是神的话 那美好保护的财物 就是我们在天国的财富 是 所有的 我们圣经里面指的 这个wisdom 都是指什么 都是指神给的 天上来的智慧 这个很重要 对 这前面这个 这第三 第三节 这不是什么 是吧 by wisdom the house is built 这个build和后面这一句 is established the build 我的理解是指的是 它的这个建造的过程 而这个establish 也是指它已经建好了 树立起来了 往上盖建立起来的时候 对 就它已经建成了 建成了 这个 然后这个build 就是指的一般的 要说我正在建这个 建的这个过程 在这里 都是被动与太老师 你看这都是被动 都是被建 都是被动与太 不是说政界 是以下说被建 这都是被动与太 老师我还有 19节 19节上 我们看 24章的19节 来 19节怎么样 2章 19节 那哈 这里边有一个分不平 就是19节 对 这个词好像是 嗯 不太好理解 这个基本上 fred就是你 心里面烦躁 烦恼 然后为这个事情 有点担心 对啊 叫做fred fred OK 你心里面觉得 不平 你觉得心里面 你就一直老在想 这个事情 这事情很烦你 这个叫fred 他告诉你说 do not fret because of evil men 你不要因为 恶人作恶 这些恶人作恶的事情 然后让你内心 就觉得不平 让你内心 就觉得很悠烦 OK 无脑 然后你不要去 无脑 你大声一点 我听不太清楚 你的网络好像不太稳定 你说怎么样 再说一遍 也就是咱那个视频 天上比如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那个不平 好像不是这个单词啊 不是 这个fred就是指说 不要为这个事情 觉得很烦躁 很烦恼 不要觉得很忧心这样子 do not fret 就是做难发愁啊 可以把十九 跟二十节联合起来 去看就好明白 fred就是说 你很不安 很烦躁的意思 对 他那意思 对 他就是那个什么 做恶的 你肯定很生气 对 你心里反正觉得不平安 然后你心里为这个事情 愤愤不平 你觉得这个事情 就很烦躁 这种就叫friend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 就是这个词啊 比如说是 有事情临到的时候 来到本安 那个是不是 我们所说的那个peace 是一个相同的一个反应 我听不清楚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再说一次 对 咱们的网好像是老师 不稳定老师 不稳定老师 对 一直发动 不稳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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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个peace 是不是相对的 peace是怎么样 平安 然后呢 平安 不是不不不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这样 I feel right 我感到平安 听不清楚 他这个 他这个网络不行 OK 我大概懂他的意思 OK 没有那么强的意思 这个free 就是只是情绪上的波动 free 就是情绪上的波动 我为这个事情 烦躁 不安 OK 你不要想太多 OK peace的话呢 是有完全平安 OK peace 比如说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有这个信仰 我们内心非常平静 平安 free 是指生活上 情绪上的那种小波兰 小波动 今天我儿子数学考49分 我为这个事情就有点烦躁 这个是free 但是没有大到去跟平安 peace去抗衡 没有到那样子 OK 所以free是一个比较轻微的字 就是情绪的波动 就是指烦躁不安 就是指说心里面 哎呀 为这个事情觉得挺丑的 这样 这个就是free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那些人作恶 然后我们心里就觉得不安 我们心里就觉得为这个事情烦躁 然后我们也不要有情绪的波动 为那些恶人做事的时候 然后你就去羡慕 记住他 因为那些恶人 他们是没有 future hope 他们根本就没有未来的盼望 他们没有盼望的 他们最后必然就是 神会把他们的灯给灭了 对我明白 那个刚才姊妹说的意思 他说的是诗篇37篇的第一节 对诗篇37篇第一节 跟这个剧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他第二节他说的是 他第一节说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然后不要心不意生嫉妒 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 第二个只是 第二个其实等于就是神的 神对他们的 给他们的结果嘛 其实也一样 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是应该是一样的 一样的句子 是的意思吗 听不清楚 我不知道 OK好 没关系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对你那个圣经工程早上发的 可以再发一遍吗 早上发的 我没有发 是谁 是有人在群里发 是不是 就是 早晨可能至老是发了那个歌曲吧 哦 那是歌曲 我打不开 好好好 谢谢谢谢 那是一个歌曲 是的 那是一个歌曲 对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那个sample 他也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标本 不是标本 是样本 样本 sample OK 你这批货 你一个集中箱进来 我要你取十个样本 送到我办公室去 sample 这个动词就是sample 取样 比如说这一群人 一百个人里面 我不知道他们谁得了新冠 OK 我们现在取样 随机的抽十个人 他们那个每个人什么 口鼻分泌物 送去检验 sample OK 你们常常不是有什么 验尿 验血 或验什么 那个都是sample 取样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句话 老师怎么翻译呢 您说 就是who go to sample bowls 就是样品的碗吗 样本 等一下 你在第几节 在第几节 还是刚才讲到 那个三十节 OK 等一下 二十三张 三十节 二十三张的三十节 对 who go to sample bowls 就是混合 调和酒的那个碗 样品的碗 这里 首先linger linger是怎么样 排怀 在你的周旋 所以它是在那里 流连忘返 在那些酒堆里面 第二个呢 还有那些人 those who 两个都是those who 还有一些人 是做什么 sample sample是在那里挺长 这个喝一口 吃吃看 那个喝一口 你不是在大卖场 常常我们新推出的香肠 来试吃一个 这个就是sample OK 所以这个人就在那里 这里品尝一口 那里品尝一口 他就在sample sample什么呢 balls of mixed wine 把那个碗里面 都是混调和的酒 这个酒加那个酒 哇 好喝得不得了 他这个也喝一口 那个也喝一口 这个人 这个sample 这个这个里面就是动词了 就是说 这个绝对是动词 go to sample sample 对 sample后面的东西 他在那里 试吃试喝 OK 来的品尝 后面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有没有看过以前的服装公司 卖衣服的时候 我这个是样品 都是给客人看完的样品 我再拿出来卖 上面打一个大大的sample 有没有 sample 有些人就是拿了很多衣服 一个皮箱 他来美国的时候 一个皮箱都是成衣 上面就写个sample 美国人一次两次三次之后 美国的海关很精明了 你说是sample就sample 因为他有可能拿到美国来卖了 他说可以啊 你说这个是sample 那你要把这个衣服先毁损了 毁损到你不能卖 比如说剪掉一只袖子 你每一件套装进来 每个都剪掉一只袖子 因为你剪掉一只袖子 你还是可以给客人看你的这个材质啊 什么东西 对吧 但是你就不能卖了 OK 鞋子 如果你是带一双一双一对一对进来的 NO 他说你只能带一只进来 每一种带一只进来 这个我就可以承认 它是sample 它是样品 OK 裙子你进来是吧 你说是样品对吧 好 海关就要求 你的裙子都不能完整的 你后面都得打个洞 就让你没办法穿的那种 OK 这个就叫sample 样品 老师 你做个句的吧 这个样品 你是要做什么 名词还是动词的样品 你要做什么 要不都做一个 什么意思 你造的句子呗 我不会啊 所以我 那是 所以说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所有 simple the samples are fashion clothes 我们很时髦的衣服 OK 这些都是我们的样品 Here are all the samples 比如说你到海关的时候 也是要报官的 你到底带进来多少个 这些样品啊 我带进来50件 30件 OK 这个叫做sample 这个为什么会跑到这边去了 我拉不回来 不晓得 怎么回事 你们可以看得到最左边吗 因为我已经拉不回来了 基本可以 OK 我们这可以拉过来 OK 我们可以拉过来 拉过去 对 我们可以拉 是是是 那又拉走了 这有人拉 不要动这个 拉回去 我就又拉不回来了 拉回来 OK 好 比如说 Welcome to Here are all the samples to sample of our fashion clothes Welcome to sample our new sausages sauce 香肠 我们香肠的 Welcome to sample our new sausages 我们家新推出新口味 OK 新的香肠 你们来sample一下 OK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品尝一下 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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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来尝尝吧 这个是 sample our new sausages 有啊 有啊 收视里头 现在在卖水饺 新推出的水饺口味 他在那 弄个小锅 弄给你吃 来你来sample一下 你来 试吃一下 对不对 很多大卖场都有这样子 因为他想推广 他的食品 所以sample 可以做名词 可以做动词 OK 做动词的意思 他就和那个taste to taste our new sausages 你不要去想taste 他只是要你来品尝 可是他要你来尝试 OK 你来取样 基本上这个是sample 你不要想太多taste taste是 taste的话 你尝一尝 taste 就尝了一个味道而已 OK 这个sample是 整个你可以吃掉的 嗯 sample这个意思会比较好 意思就是说 我在这里展示给你看 你看啊 我们水饺就这样煮的 这样弄的 然后你来试吃 表示说这个就是 做好一个样品给你看 你可以来试吃的 品尝的这样子 sample 所以大卖厂里头 或超市里头那些 他们一般都用sample这个字 动词 sample 感觉这个好像是 以销售为目的 对 以销售为目的 对 但是他们很多时候 很大方的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或者是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们有送 有没有 给你一个小礼物 送给你 你就拿回去用吧 比如说我卖笔的 卖什么东西的 这我就无所谓 送你呗 你会拿回去 试用 这样子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好 然后我们 老师 怎么样 这个词我想 我想到了 三十一节呢 三十一节怎么样 就是最后 这个怎么讲啊 OK 这个是在讲 喝酒的事情 OK 首先他说你不要 因为前面讲的 就是那些人 流连忘返 贪酒 贪酒 贪杯的 那么三十一节讲的 你不要盯着 那个酒看 那这个酒看起来 非常迷人啊 When it is red 首先酒是红的 Sparkles in the cup 什么叫Sparkles 闪烁啊 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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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烁 还有 还有这个梦号的意思 对 在那个酒杯里面 让人看起来 是很不错的 OK Sparkles本身 本来就是会有 火花 闪光 都有这些意思在 OK 那Sparkles在这个地方呢 指的就是那个 你看着酒杯里面 因为这个人盯着 他不放 酒又红 颜色又红 然后呢 他又在那个水面上 闪闪发亮 是吧 Sparkles in the cup 在杯子里面 有闪光啊 然后呢 下面是 When it goes down smoothly goes down 是指到你的身体里面的时候 顺着你的喉咙 流下去 Smoothly 是很舒畅 很滑溜的 就流下去 那当然是指 一个人喝酒的感受 对不对 Smoothly Smoothly 这个有很多人 这个Smoothly 很多人喝酒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 这个酒喝了很顺 Smoothly Smoothly 这喝下去 没有什么 这个不适的口感 这个就叫Smoothly goes down smoothly OK goes down 然后我 我就是要平常那个躺下 躺平了 不是躺平 这个It 指的是Wine 酒 下去 下去 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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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说 这个酒下到我的肠胃里面去的时候 goes down OK 下去的时候很顺畅 很舒适 喝起来的 很舒心 Smoothly 理解了 理解了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Sparkle 在这里是个动词 Sparkles 对 没有错 它是一个动词 Sparkles 那个 比如说你那个放一个什么烟花 有没有 OK 它有火花的 那个也是叫Sparkle 我们激起爱的火花 Sparkles Right OK 什么东西会闪闪 Sparkling 闪闪发光 Sparkling 它穿一件礼服 上面是Sparkling OK 散座 散耀 对 散座 上面的Twinkle 它也有这个意思吧 Twinkle Twinkle 嗯 Twinkle 通常 是比较小的 通常不太 跟Sparkles 意思不太一样 OK 你是指那个 Twinkle 一般来讲比较多 是指星星 对 有一个歌就是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Little Star 砸嘛这眼睛 星星砸眼睛 对 所以 我们讲这三个字 这三个都是发亮的意思 但是 强度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 我们讲一下这个 我们有几个字都可以是这个 比如说 Twinkle Twinkle Right OK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 Sparkle Right OK 好 再来的话 还有一个是 比如说 Glitter 这三个都是 闪闪发亮 OK 这三个都是 闪闪发亮 然后 一般来讲的话 最弱的是哪一个 那个亮度 最弱的是哪一个 应该是 Twin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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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弱 Twinkle 是指那种 天上遥远的 星星的那种感觉 OK 然后呢 那这个 Glitter呢 Glitter 是什么 光彩夺目 Glitter 是光彩夺目 OK 也是很厚的 OK 但是它也是可以 比如说我们讲 珠宝啊 什么东西 很发亮啊 这些东西 可以用Glitter Sparkle的话呢 很多时候礼服上面 很闪光很多 或者是我们的 放的火花 有没有 有一种火花 是Sparkling的 闪闪闪 没有爆炸的 就是闪闪闪的 那种东西 OK 火花塞 汽车用的火花塞 电火塞 OK Spark 所以类似 像这样的东西 嗯 所以Glitter的话 很多时候 还可以指 就是说 一个人的魅力 或吸引力 闪闪发亮 它是这个 什么巨星 光彩夺目的 这样子 闪烁的 这个叫Glitter 好 比如说像那个 玻璃 玻璃在太阳 有的时候 整栋建筑 都是玻璃的 那个在阳光底下 都是会反光的 那个可以说 Glittering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那个霓虹灯 那个 是不是也是这个 Glittering 霓虹灯啊 嗯 霓虹灯 它有闪吗 霓虹灯有闪吗 不一定闪哦 霓虹灯不一定闪 不是吗 不晓得 可以吧 你可以说Glittering 嗯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经文还有没有 其他的问题 没啦 老师 当然先没啦 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OK 好 谢谢老师 好 还有没有其他人 也有其他的问题 好 暂时没有了呢 暂时没有了 OK 好 我们今天圣经工程要停一下 OK 然后我们明天再继续 所以我们今天不做那个圣经工程 我们就是明天 明天才有圣经工程再接下去 大家先休息一天 就没有圣经工程 看看大家有 如果有经文的话 我们就专心讨论经文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先结束 在这 这个前面的这个二十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后面这句 multiply is the unfaceful among men multiply就是加倍的 对 multiply是什么东西 就像细菌的繁殖 是 加倍的 这个变两个 两个变 六个 八个 什么 两百个 两千个 这个叫multiply multiply 就像做成法一样的 成法也是这个字 multiply 2 multiplies 2 equals 4 multiply 所以是都是成倍的 加倍的 很多的 对 the unfaithful the unfaithful 你读真言读了这么多 读到现在 你应该知道 the unfaithful 是不讨神几月的 是 这个信实不信实 是他对信仰上 对神 OK 这个人不信实 所以是神 极其不喜悦的 the unfaithful 所以呢 这些女人 就形容 这个女人 prostitute 还有 wayward wife 这些人 都是属于不好的女人 她们就像 强盗一样 隐藏 埋伏在这个 人群里面 她就会让 人 人群里面的 那些 不信实的人 奸诈的人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加的 成长 like a bandit she now is in wait 就像 跟他埋伏的 匪徒 盗匪一样 right 前面那个 like a narrow well 这个宅景 深景 宅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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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narrow well 这个是特别可怕的 这样的 我看着我就害怕 因为 我经常去一些 这些古迹嘛 古建筑嘛 里面就有这种 narrow well 还有一些人 投井式的 还有人 就是君子 就好像两个 中国古话吧 就是两个人 不利于井边吧 就是说 二人 好像是 这话怎么说来着 就是在井边 两个人 不要同时在井边 要不然有人掉海 觉得有人 就可能会 怀疑你是 你陷害的 反正我觉得 这个well 在中国古代 都不是一个好地方 对呀 还有这个 皇帝 这个皇宫里面 然后 这个皇宫被 供托了 然后皇帝就把 他的飞蛇 推进这个井里面 推进这个 narrow well 这样 有很多 这种故事的 我觉得它不是 个好地方 OK 我们那个 后面在问 Andrew在问说 那个明天我们 下一个 创世纪 接下来是 初埃及纪 OK 初埃及纪 所以接下来 是初埃及纪 那能不能 把它那个 PDF文件 那个什么 那个文本 哦 可以 可以 对 放到那个 聊天框里面 等一下我们下载 好 好 大家还有没有 其他的问题 先问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 经文的问题 没有其他的问题 OK 好 那我就去把 那个稿子给 发出来 OK 好 然后我 先暂停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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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owed leben 争 瘾 来 看 争 Κ swear